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上921大地震 最近台湾又频频地震 事实上整个世界地球上面的板块正在移动 不只是地理上的板块 其实人类的军事 政治 国际的板块 目前都是一个关键时刻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老牌节目60分钟专访 第四次 就是他第四次 在镜头前面公开说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会派军队为台湾打仗 当然事后白宫幕僚啊 又纷纷出来念经 念着念着说 美国政策没有改变 除了这个经以外 出来一句话 他说commander of chief 就是三军统帅有他自己的看法 都用到三军统帅这个词了 话讲到这个份上了 意思就是说 拜登他有派兵权 三军统帅啊 commander of chief啊 好 那到底拜登说了什么 一国总统公开讲 那当然是要操作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拜登在镜头前面说会派兵防卫台湾 总共讲了四次 第一次是在2021年的8月 然后是2021年的10月 再来是今年的5月 还有这一次 两年讲了四次 面对镜头美国总统公开讲 你又说他老人痴呆 不是的啊 不要把他当成是拜登 他脑子的心 那你就是对美国整个的误判了 拜登在干嘛呢 拜登在做认知作战 拜登在营造一个国际的舆论 剑指中国指控中国是侵略者 行作一个妖魔化中国的一个氛围 他也在对中国施压 说我们会派兵啊 你不怕吗 他也在鼓励台独说 我们会派兵啊 不要怕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要中国怕 中国怕 就不敢动 就让台独可以跑得更快一点 他要为台独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解读 拜登这种行为 你纠结在说 美国会派兵吗 美国不敢派兵啊 军力如何 不是的 他这样上电视讲 达成三个目标 拜登这样说 不过就是美国长期战略下面 自然而然的结果 那也是台湾政策法的一个白宫版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白宫出来踩刹车 这个美 那个台湾政策法 那是国会那政客在那边乱搞 国务院跟白宫都踩刹车 那不 这个叫做 唱黑白脸 所以拜登亲自出来讲给你听啊 美国会为台湾出兵 这不就是总结了台湾政策法 台湾政策法的结论不就这样吗 拜登的电视专访 也就是等于台湾政策法的白宫版 你要知道台湾政策法才刚刚推出参约的外委会 结论 美国没有要放弃中国 也不会放弃中国 不论中国如何的委屈求全 如何的妥协 都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人家没有要放过你 事实上60分钟是一个美国算是一个比较严谨的节目 我在我也常看 主持人在访问拜登的时候 他有一段 对于这个访谈的事前的铺陈 或者说是旁白 他里面就讲 说美国是长期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对美国会被派兵是silent 是静默的 没有讲话的 之后他就问拜登 那拜登怎么回答呢 他在讲说他yes 他要派兵到台湾来保卫台湾之前 他是怎么讲到台湾这个事情 因为主持人就是问 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拜登怎么说 拜登说 我们长期信守承诺 也就是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你要知道 中美三个公报叫做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原则 它变成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就美国自己决定了 所以拜登说 我们长期信守承诺 也就是一中政策 那你听起来像什么 就说 这个就是中美签订的 你们这是你们的共识 中国跟美国的共识 对不对 一中政策 所以拜登的讲话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扭曲 他说 我们信守承诺就是一中政策 他说台湾会自己决定他的独立 中美三个公报就叫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主持人都已经告诉你了 拜登直接打脸主持人 直接打脸三个公报 他说台湾会自己决定自己的独立 注意哦 所有的报道评论都忽略了这句话的重要性 明明中美三个公报写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台湾的未来 两岸的未来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决定 结果现在在拜登的嘴里被扭曲了 被认知作战了 变成是中美我们同意哦 我们签啊 我们承诺哦 由台湾单独决定自己的未来 你仔细评 拜登说 由台湾决定他们自己的独立 意思是台湾有权自己决定 意思是中国不得干涉 意思是台湾有权决定 中国不得干涉 然后他又说我 we are not encouraging 我们没有要鼓励哦 意思就是说 美国不鼓励 但是我们支持 并且要出兵保障台湾独立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当然反对台独 但是拜登说台湾有权自己决定独立 美国要派兵保护台湾 保卫台湾 我们会为台湾出兵 意思就是你中国无权干涉台湾 所以意思就是你不认为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 就这么简单 就你听了拜登讲的话 怎么可能还认为说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呢 怎么会认为说美国承认中美三个公报呢 美国根本从头到尾在PUA 在忽悠你 他一边讲说我对你有善意哦 刀子捅出来 一边捅你一边说 我对你很善意哦 这是明确 拜登明确支持台湾独立 所以不要再以为拜登会对中国松手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很多很多专家都说希望拜登当选 哎呀 这个川普这个疯子 拜登上来中美关系会正常啊 告诉你不会 当时我就说不会 设认在2016年的时候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 很多人说哎呀 希拉人上台会对中国比较好 我说不会的 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敌意 已经是两党的共识 而2020年的时候我更是说 假使拜登上台 中国会更难对付 因为他不但不会对中国友善 而且因为他是建制派的 他更有能力去拉拢他的传统欧洲的盟邦 团结西方的猎强来对付中国 来围堵中国 他就是那种笑笑的穿着西装打着领结 用刀叉吃人肉的那个人 而台湾人就说那既然这样吧 美国要这样子 那我们就安心的做美国的第五十一周吧 问题是 美国是要攻击中国 对付中国 美国并不是爱护台湾 保护台湾 台湾是美国的工具人 所以美国需要掏空台湾 控制台湾所有的一切 你是人家的卫生纸 美国的CIA跟台湾的军情局长 最近杨靖色会面 地点在CIA的办公室 这么重要 这么关键的位置 军情局的局长可以跑到美国CIA的办公室 你觉得这代表什么意思 觉得美国还把一个中国原则当回事吗 觉得美国没有把中国当成敌国吗 你要知道台湾的军情局的工作 是对大陆做情报的 收集大陆情报的 而美国的CIA跟台湾的军情局 密切合作 而军情局的局长杨靖色 他是美国清点的人 他出身空军 事实上现在在台湾的军队跟情报体系能晋升 都必须是跟美国关系密切 在美国受过训练 美国信任 美国点头 美国拍板的人 所以美国对台湾的政治 中国是美国是美国维持霸权的阻碍 所以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的强大 也不会容许中国的统一 甚至不会让中国好好活着 你活着就是对他的阻碍 你懂吗 你要怎么委屈求全都没有用 不管中国如何爱好和平 如何忍让 如何委屈求全都没有用 美国给中国写了剧本 并且要逼着中国照剧本 演照剧本走 而美国给中国的剧本 是中国要为美国的富强跟霸权贡献 所以你有什么拿过来 我要富强 我要维持我的霸权 你通通给我拿过来 你中国必须没有高科技 你必须紧紧温饱 你不得富裕 不得有钱 中国必须没有文化力 中国的人民必须恋慕美国 崇拜美国 美国必须掌控中国的科技力 跟资本 你必须在我牢牢掌控之下 你的模范就是台湾 中国必须分裂不得统一 必须在美国规定的时间 以美国的方式 按照美国的音乐跳舞 我要合你就要合 我要站你就要站 而中国如果继续 跟着美国的音乐跳舞 中国的战略空间 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因为音乐它决定 节奏它决定 只能够看清局势 做最好的准备 做必须做的事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唯一的生存之道 最近都在看台湾的东西 有什么呢 就是选举选举选举 选举真是一个修罗场 有时候会让你怀疑人生 比如说民进党林志坚 论文抄袭 那从头到尾 他不承认抄袭 但是他退选 你如果没有抄袭 你为什么要退选 但他最后退选 他明明就抄袭了 被台大跟中华大学 都认证他抄袭 但他自始至终 民进党从上到下不承认抄袭 不认错 但其他的党呢 国民党 新竹市的参选人林庚人 也被检举 你抄袭 国民党的参选人许淑华 他也被检举抄袭 而且抄袭的是过去他的属下 用政府的公款写的一篇论文 那当然还有国民党的议会的领导者 被检举抄袭 他就公开承认说 对我抄袭 然后民进党的基隆市长候选人蔡适应 还有国民党的基隆市长候选人也是 那民众党呢 民众党蔡壁如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位 蔡壁如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位 蔡壁如也被检举 他的论文硕士论文也抄袭 那接下来 顶着学霸的人设 在新竹市 要选新竹市长的民众党 现任的不分区高宏安 也被检举 他在美国新兴纳提的 博士学位的那个博士论文 抄袭 而且抄袭资测会的两个报告 这两个报告呢 高宏安有参加研究 但是还有其他人 有一个是有四个人 有一个是五个人 这个就是资测会是政府 是台湾的一个公益法人 其实他等于是代表政府 他这个资测会公益院 都是类似的 他具有一种垄断性的地位 然后有很多的标案 就专门给他的 他有政策的任务 他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公务员 但是就很像公务员 那高宏安他当年拿了台大的硕士以后 在资测会上上班 上班了一段时间 资测会给了他 用外派跟栽培年轻人的方法 资助他150万台币 让他到美国去念博士 那他修完博士的课程以后 他显然又回到资测会做事 但他一边在资测会做事 他又自己在外面成立公司 然后在资测会做事 写了这个研究报告 发表了 然后这个资测会出的钱 资测会给他薪水 他发表了这个论文 跟其他的资测会的同事 最后又把这个论文的图文 大量的重置在一年之后 他的博士论文里面 没有引注 其实就抄袭 如果这个不叫抄袭 我不懂什么叫 还有什么叫抄袭 大概比对的话 根据台湾那个媒体 当然比较亲民进脑的媒体 是32% 那有没有 大家一翻两个眼看出来就知道了 资测会在前面先发表 然后后面他用 用一模一样的文字图表 写在他论文里面 而且他没有说 这个论文他是引述这个 这当然就不行啊 那那个星星那题的学校就以为 哎你这个是原创啊 博士论文当然要原创啊 所有不是原创的部分 你都要引述来源 这是基本道理 那所以媒体爆料了以后 高宏安立刻出来开记者会 高宏安今天从小到大 北一女台大不说 我们师大也是防守进去 台大是匪陶匪 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 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 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灌顺 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选举也不要选到没有人性 把一个正常的人专业的人 把一个说成黑的 会说啊没有没有 那个星星那题都有已经跟已经说了 说我没有抄袭啊 但是他那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星星那题的学校 看得到台湾资测会的报告吗 有比对过这两个报告吗 如果现在把这资测会的两个报告 送去给星星那题的学校 再重新检举召开学的会来比对 或者把这件事情放在全世界的学术界 可以接受吗 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高宏安可以说他自己没有抄袭 可是学术界有没有一个学术界的一套标准 我觉得你要我们要责备林志坚 跟我们责备高宏安跟责备林更人 应该是一个标准 可是我觉得台湾没有标准 国民党也喜欢高宏安 民众党支持高宏安 媒体喜欢高宏安 他背后还有郭台铭 郭台铭也喜欢高宏安 所以很可能高宏安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一样是抄袭 林志坚没有事 高宏安有事 这个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忍受的 怎么会这样呢 是我有病还是台湾有病 那明明是抄袭 为什么A可以抄袭B不能抄袭 我真的很瞧不起 高宏安这种小头锐面的小人 恶心低级的作为 我不是人身攻击 是这种瞧不起中华大学的这种言论 这种自以为自己很棒的言论 这种言论很低级 北女啊 北女怎么啦 那他讲他口口声声讲 我是台大 蛮好笑的 对台湾台大比较值钱的是大学部 而不是研究所 研究所比较容易上 大学部比较难 当然师大也不是不好的学校 那你怎么不喜欢 你怎么口口声声讲台大 那中华大学怎么了 蛮恶心 觉得比较恐怖的是 台湾的这个社会是没有是非的 是没有标准的 是纯粹 你喜欢谁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放个屁都是想的 高宏安很有可能当选新竹市长 所以屈言覆试的拍他马屁的人很多 然后他出他背后是郭台铭 我看他的行为充满了道德的争论 资色会栽培你去念书 那你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 立刻就跳槽到洪海 你觉得这个有意思吗 그런데他的作风帐好 但是描 lider到了 如果嘉之选 我 rectangle